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总成了理想 什么?本来是别人的歌? 35首换了主人的歌曲 同胞心底来一金森 这首歌最初是为男团Blackbeat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制作的 并且录音工作已经完成 但是SM的制作人最终决定将这首歌转交给了 当时人气冲天的同胞心底 Equery的出道曲Ten Me的作词家透露 这首歌最初是为Peeperku的创作的 但是非常幸运的最终来到了Equery手中 CLC18 原本计划作为APIC的回归主打歌的这首歌 因为成员的退出 使得他们将回归曲更换为No No No 随后这首歌曲被公司转交给了CLC 这首歌原本是为女团Milk的第二张专辑所准备的主打歌 然而由于Milk的解散 这首歌最终成为了虽然系列的出道曲 说到Kim Jong-uk就会联想到的歌曲 这首歌曲在最初被多位歌手 包括Ken和Suga等拒绝了 之后Kim Jong-uk在听过一次Ten Me后 便立即决定录制 这首歌最终在韩国大受欢迎 成为了一首热门歌曲 CLC18的作曲家透露 这首歌最初是为TWICE的前身 Six Mix创作的 但是最终被收录在CLC18的专辑中 并取得了极佳的成绩 CLC18的人气歌曲Something 最初是为Hiu Ling的个人专辑所准备的 但是作曲家后来认为这首歌更适合Kirstie的风格 于是将其转给了他们 这首歌后来取得了巨大成功 因此每当作曲家见到Hiu Ling时 都会因为这首歌的成功而遭到他的责骂 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作曲家透露 EX ID的爆红歌曲We added 最初是为解写的苏洛歌曲而创作的 而原本的歌曲名称是VRX 但后来被改为 与韩文歌名发音很像的We added后 最终成为了EX ID的成名群 作曲家Sinsadong Horani透露 Tiana的著名歌曲Bubi Bubi 原本是为歌手Yong Yang所创造的 然而由于年龄因素 Yong Yang的经纪公司最终拒绝了这首歌 女团Sikri的Magic歌曲 原先是为歌手Cyeng制作的 但是Cyeng认为这首歌与她的风格不像 因此给拒绝了 Beast的人际歌曲Shock的作曲家 最初将添谋给了Tegu Guide的Kwanky 然而Kwanky当场表示 怎么能给我们这样的歌 太看不起我们了 因而拒绝了这首歌 这首歌曲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Shiny的著名歌曲Lin Ding Dong 最初是计划作为同盲星期的夏日回归曲 然而由于当时同盲星期与SN娱乐之间的纠纷 这首歌最终被转移到了Shiny的专辑中 对Epic High来说非常重要的一首歌Fly 最初是打算写给演员Pak Xine的 然而歌曲完成后 Tabllo感觉这首歌实在太好了 于是决定留给Epic High自己演唱了 FX的歌曲Lin Ding Dong 最初是打算收录在Liana的专辑中 但是Liana本人认为 这首歌与她专辑的风格不太搭配 认为她更适合于K-POP风格 结果这首歌被转到了SN娱乐 并成为了FX的一首著名主打歌 Exo Artificial Love 这首歌原本是打算作为NCT分队的歌曲 但由于一些内部原因 最终被转到了Exo专辑里 Love Liggy Auditorum Kunai 这首成为Love Liggy经典歌曲的作品 其实在该团队出道前7年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作曲家最初创作这首歌时 是想要给一位男歌手演唱的 但被拒绝之后 这首歌最终被Love Liggy所采用 Tummi Saiden Tummi参与制作的这首歌 最初是作为Wonder Girls Y-Soul Lonely专辑中的主打歌候选之一 后来又考虑将其转交给Missi 但由于Missi最终解散 这首歌最后被用作 Tummi自己专辑的主打歌了 Iron de la Biennage 原本预定成为CX系新专辑的主打歌 录制工作甚至已经完成 但最终因为经纪公司的错误判断 CX系错失了这首经典歌曲 Ioi的NOMONOMONOMO 一首由JYP作词作曲的歌曲 原先计划是作为Twice的新歌 当时歌曲的分配和舞蹈编排都已经准备就绪 然而JYP娱乐最终决定将这首歌转给 当时还是JYP练习生的脱米所属的团体Ioi 而Twice则选择以Titi作为他们的回归曲了 同胞星期的Ujong Panup 原本是Blackbeat第二张专辑的一首收录曲 但是SN娱乐的制作人 最终决定将这首歌曲转交给 当时几乎统一了K-POP市场的同胞星期 Shop Junior的Kaijin 原本也是Blackbeat第二张专辑的一首收录曲 最终也来到了Shop Junior的专辑里 Orange Karame的Babop Sonja 最初是作为Sia的歌曲而创作 并且录音工作已经完成 然而Play This Uyla后来认为 这首歌更适合Orange Karame 因此最终决定将歌曲转交给他们了 Blackbeat的 마지막 chowder 这首歌实际上早在2010年就已经创作完成 原本预定要收入在Twenty One的专辑中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这首歌并未出现在Twenty One的专辑里 时隔7年之后 这首歌以Blackpink的主打歌身份重新出现 Wonder One的Pumera 原先是为Kaseven制作的一首歌曲 但是因为歌曲制作的延期 它最终没有被收录在Kaseven的专辑中 后来这首歌被CJ EMM购买 并最终成为Wonder One的经典歌曲 Chun曾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透露 这首歌原本是为Kim Jijun制作 后来来到了自己手里 Shinada Tupi原本是作为HOT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而制作的 但是当时为了要让出道专辑成绩不佳的Shinada取得成功 XN娱乐最终决定 并成功说服HOT将这首歌曲转让给Shinada 这一决策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Tupi一发布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Wonder One的第一张正规专辑中 但是这首歌最终在与Pumparam的竞争中未能获选 因此转而由Wonder One演唱了 Ladies called Pedderger 原本所属公司打算将Pedderger这首歌曲给Ivy 但是Ivy认为这首歌曲刚适合女团演唱 于是他决定将歌曲让给了当时正准备出道的师妹团Ladies called Rabijam的作曲家表示 这首歌最初是为Tay创作的 但是Tay觉得这首歌与她的风格不太合适 因此决定不使用它 最终这首歌被送给了Tay的军队上司明天混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Pedderger的作曲家表示 这首歌最初是打算作为Lafone的出道曲儿创作的 但是经纪公司认为歌曲的风格与Lafone的风格不太相符 因此拒绝了它 FX的Hot Summer 原本是SN娱乐为所有系列准备的一首歌曲 当时甚至已经录好了Taymo版本 但是公司最终决定 将这首歌给了当时人气逐渐上升的FX 根据编曲家表示 Exo的CocoPak原本是要给Red Vibet的歌曲 因此这首歌的原始版本 比现在还要高三个音调 然而SN娱乐最终决定将这首歌交给了Exo Sai和PiPapi一同演唱的Pump 原本是打算用于雨节者在武汉多整节目中的歌曲 但是该歌曲最终被退回 当时正在看电视的Sai 马上打电话给该歌曲的作曲家JYP 表示自己愿意来成就这首歌 随后Sai与Pi以及Papi一同完成了这首经典歌曲 Sista的Nahunja 作曲家永刚没听点在综艺节目中提到 原本打算将这首歌送给Prave Girls第一期成员们 但是当时的Prave Girls成员们 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演唱这首歌 因此最终转交给了Sista 直到2021年Prave Girls的第二期成员们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翻唱了这首歌 消除了当时的遗憾 Epic成员Pumi在一场直播中 不小心哼唱了一段旋律 令人惊讶的是 这段旋律和Stacey的菜肝有一模一样 因为当时Stacey还未发表这首歌 因此网友们纷纷猜测 这首歌可能原本是打算给Epic的 据说Sami曾收到Lobo Dibu的Temo曲 Sami对这首歌的风格非常喜爱 但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 她认为这首歌更适合由一个组合来演唱 而不是个人Solo表演 因此她选择拒绝了 最终Lobo Dibu成为了Ive的超人气歌曲 Ive I Am 这首歌的作曲家之一 Ellinoelia表示 原计划是以All Be Far Away为名 写给Avamix的歌曲 但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达成 之后许多歌手都表达了对这首歌的兴趣 直到Ive方面注意到了这首歌 双方达成协议 最终成为Ive的猪大哥了